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歡迎收看這集的 折州來尬店 一周過去了 最近的轉變 除了大學以外的學生已經開學了 還有那熱了一天之後 突然冷到不好的天氣 前幾天的氣溫真的是直接砍半 過一管上從大概24度變成10度左右 所以我的春天到底什麼時候會來啊 我是說物理上的春天 你們不要在那邊亂詳細有的沒的了 總之廢話不多說 大家一起來充電吧 首先第一則新聞 據微博的播主 手機晶片達人表示 iPhone 15 系列會把使用萬年的Lightning 換成Type-C了 近期也有出現iPhone 15 採用這接頭的間諜照 但是這個Type-C 會是蘋果自行研發的 不會使用一般通用的規格 所以將來一般的Type-C 在iPhone 15 系列上或許能充電 但傳輸介料的功能是不會通用的 所謂的MFI認證還會繼續存在 所以將來調iPhone的傳輸線 即使是Type-C 規格 也有可能要應有Mate for iPhone 才能夠正常使用囉 太厲害了 蘋果又一次的重新定義 真的是沒有他們做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正當我們以為 蘋果用了超過10年的Lightning 這個專利費已經賺夠 該一顆時代 將自己iPhone的接口 轉成Type-C的時候 蘋果傾笑了一聲說 好 我們要Type-C就是了 但我們要做出一個 專屬於自己的Type-C 這些好啦 以後iPhone也要搭配信仰傳輸線 才能用了 用普通的線 可能沒辦法傳資料 甚至充電也不行 反正蘋果有蘋果的玩法啦 假如這消息屬實的話 我也不會太意外 消費者技術這麼多 他們絕對玩得起來啊 我只求傳輸速度 不要再只是USB 2.0就好 拜託了 下一則新聞 同樣來自於蘋果 一般我們所知的 MacBook Air螢幕尺寸 就是11吋跟13吋嘛 但Air會不會有 升級變大的一天呢? 致命的分析師 Ross Young表示 15吋的MacBook Air 會在今年春季發表 這個新面板的生產作業 已經在進行中了 雖然不知道 這台15吋的MacBook Air 會裝上哪一顆處理器 但外傳有可能是下半年 據說會發表的M3 這個我認為 蠻有可能實現的啦 你們或許也有注意到 當今大螢幕的輕薄筆電 也越來越多了 想LG Gram就是如此啊 它還有17吋的款式 但重量還是控制在1.3公斤左右 超級輕 就是讓你在方便攜帶的同時 也能享受大螢幕啦 而當今要買到15、16吋的MacBook 就只有MacBook Pro能選 不僅這個重量 直接就是2.1公斤起跳 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M2 Pro 之類這麼高的規格啊 更何況全新價還要至少79000 所以要是蘋果出了個輕量版 大螢幕的筆電 採用沒那麼Pro的規格 然後壓低價格 我覺得應該會蠻受人歡迎的吧 就跟iPhone 14 Plus的做法一樣啊 螢幕大就好了 不對 可是iPhone 14 Plus好像賣得不太好 再來下一則新聞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高中去年除了S8家 Gen1之外 還同步推出了名為S7 Gen1的處理器 結果8家 Gen1有著良好的表現 但7 Gen1的表現就沒有展現出優勢了 所以你們沒聽過7 Gen1這處理器是正常的 因為真的很少中外界的手機搭載7 Gen1 而今年高通的7系列 迎來了幅度較大的更新 名字可能叫做7家 Gen1 消息指出 架構將新增旗艦才有的一個X1大盒 再搭配三個A710中和 以及四個A510小盒 而且將轉為台積電4nm制程 對 原本還在三星製程 那7家 Gen1 和8家 Gen1 相比 雖然一定是比較弱的 但與7 Gen1 已經有將近兩倍的進步幅度了 該部主公布某台搭載7 Gen1 的 Realme 星際跑分 結果只比8 Gen1 稍低 原則上就是8 Gen1 的 GPU 弱化版啦 平時遊戲除外的使用 應該會帶來與它相當的順暢度 好 我之前對7 Gen1 這處理器 是有影響沒錯 但我還真的忘記它存在了 當時8 Gen1 實在太強 整個搶進風頭 更不用說7 Gen1 的製程還是... 對 反正用這處理器的手機真的很少啦 只有中國版的OPPO Reno8 Pro 還有小米 CV2 那時的中高級手機幾乎都選隔壁的天際8000了 效能功耗都完勝 假如未來7 Gen1 真的能維持8 Gen1 的優良血統 就只是遊戲性能差一點 然後放在主打CP值的手機上 那感覺香氣都出來了耶 可以期待一下 再來最後一則新聞 先前有傳聞表示 ROG Phone 7 會如同去年的節奏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推出 而這支手機將會搭載台積電4nm 的高通 S8 Gen2 並非 8G Gen2 之類的處理器 新一代ROG 推出的時間 很多時在配合高通出了旗艦級處理器的升級版後 才選擇在下半年發表新手機 所以後來又有消息表示 ROG Phone 7 會在今年的三、四月停前問世 在高通 S8 Gen2 的合作名單中 ROG 也有入列在內 但我們還是不知道 今年是否會有其他特別版的8 Gen2 處理器 嗯,今年的確就比較不好預測了 以往高通推出帶有 Plus 的加強管處理器是頂番嘛 可先看 現在 S23 又搞了個 8 Gen2 三星特製版 把運作時脈給升級上去了 那...接下來高通還可以怎麼玩 以往推出 Plus 就是把既有款式給超頻上去的做法 去年 8 Gen1 應該是個例外 發現苗頭不對才把代工草都改了 但既然現在已經台積電了 超頻這招又先被 S23 玩走 搞不好真的不會再出什麼 8 Gen2 了呢 不然就是某個手機廠把頻率拉更高 然後取名為 8 Gen2 fo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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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我只是亂勞補而已啦 至少現在 8 Gen2 處理器都很好用了 改不改款我認為沒什麼差 總之以上就是這次的折桌來尬店 這禮拜就是各種評測新手機啊 所以天氣冷其實也沒關係了啦 反正我也覺得這幾天自己的腦袋經常運轉到過熱 讓它散個熱也好 也歡迎各位按底下這些按鍵來表達支持啦 還沒訂閱的也可以追蹤一下 下禮拜要帶給大家不太一樣的東西囉 也祝各位都能充寶店迎接下一個禮拜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